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台湾来 这次来 到今天才见到太阳 台北就一直在阴晴当中 天天下雨 那么今天呢 照着大家的福德智慧 那么天都出了太阳 你看太阳很大 刮风下雨 现在科学家可以 能够与科学医器知道 但是我们人类生病 他能知道吗 或者找医院检查 就一先就知道了 你要生病 人的死亡 受病长短 能知道吗 还有为什么人有穷的 有富有的 如果很年轻就损了 像我这个年龄 现在94岁了还不损了 你能知道吗 你能知道吗 贫 腹 受 腰 你能给他断定了吗 你能知道吗 谁也断定不了 为什么 人类你所做的 你自己做的 才断定你自己的寿命长度 你自己做的事情 才断定你贫富受药 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因为啊 我们只能看见现在 不能看到过去 你也看不到未来 没这个智慧 在我们佛教讲 就学这种智慧 所以 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平等 为什么 贫富受药 不平等啊 应该都一样 因为他做的不疼 个人做的业不疼 你自己做的业 自己受 平等吧 咱们经常说话 自作制受 不羡慕别人 他是他做的 你是你做的 这个学习 像什么学习呢 这你得像佛陀学习 佛给摩说的这些方法 就他是明白了 就觉悟了 彻底觉悟的人 那摩学他的方法 我也能够觉悟 佛讲一时讲经过 就是你自己造的因 解的果 那你就自己受 不要羡慕别人 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反正你做好事 得好报 这是世间长说的 你做坏事就坏报 说善有善报 那有那报 没报 没报时候没到 到时候就报了 前生做的 前生没有报 今生报了 过去在母佛教有 有几句话 夫妻良夫妇是缘分 有那缘 有善缘 有善缘 没有缘聚不到一起 现在的缘呢 很短 很短 说离婚难家很多 离婚难家很多 为什么呢 没有那个缘 没有那个缘 儿女 是你欠 你欠人家的 人家欠你的 说儿女是在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不来 类入这些事儿啊 在佛教故事里头 特别地藏仆子圣德大观 有这么一本书啊 是奴一大使记 那个奴一大使 那个奴一大使 跟那个洪一法使 技术历代主司所记的 急地圣德大观 就说这些个 因果报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感应吧 感应 说你自己做什么 你就受什么 就平等吧 佛教是讲因果的 但是你说佛了 第一个能进入的 你也能相信的 就讲因果报应 不报应的含义 就是让你看一切事物 平等平等 因此呢 你多做好事 别做坏事 教育人 每个人 说信佛 信佛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困难 佛法是能给你解决困难 但是不是现在 所以我现在就求解决困难 能做到不能做到呢 也能做到 但你得付出 没有付出啊 没得好果不会来的 让人看见摩困难和尚 第一个 是说 他不伤害宗生 别人就不伤害他了 这个大家懂吗 你不伤害别人 别人不会伤害你 那是出生 出生会变人 人也会变出生 六道轮回 轮是转的 旋转的意思 现在是 天生你吃他 再来生他就吃你 一样了 因此 佛教第一个就讲了 相信英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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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